据朝中社15号报道 在615共同宣言发表19周年之际 实践615共同宣言民族共同委员会 北方委员会 南方委员会和海外委员会当天 联合发布决议书 呼吁大力贯彻北南间系列宣言精神 早日重启开城工业园区 金刚山旅游 以及实践北南铁路和公路相连 开创朝鲜半岛和平繁荣新时代 2000年6月 时任韩国总统金大忠访问平壤 并与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会谈 双方在15号发表了历史性的 北南共同宣言及615共同宣言 这一宣言开辟了朝韩和解合作的新时代 双方关系一度出现明显缓和